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然后我今天会分成三个部分来说 第一个部分会简单介绍一下ApacheAnswer 然后第二部分我会介绍一下整个孵化的一个旅程 然后最后一部分我会简单谈谈 就是开源对于我个人的一个理解的一个认识的一个转变 OK 那首先是第一部分 让我简单介绍一下ApacheAnswer ApacheAnswer是一款就是可以用来打造一个问答平台的一个网站 或者说软件 然后这是我们的ApacheAnswer的一个主界面 可以看到它有问题回答 然后还有一些用户标签等等一些板块 用户可以非常方便地在上面提问 然后也可以吸引一些用户在上面进行一些回答 然后在这两天的那个Community Overcode的现场 我也就是询问了很多来自我们展位的一个同学的一些提问 他会问你们的问答平台 那他就仅仅只是一个简单的问答平台 他就只能搭建一个问答平台吗 其实不是的 就是我们做的其实有很多 比如说可以作为一个知识的分享平台 比如说可以作为论坛的一个系统 也可以用一个ApacheAnswer构建一个我们个人的知识库 我们现在就有一些用户在尝试使用ApacheAnswer 作为我们一个知识库的一个储备 他可以就是在上面进行一个自问自答的形式 然后将自己的知识沉淀下来 然后还能做什么呢 还能作为我们的一个开发者 支持中心或者说是知识中心 开发者中心的话就是像我们的 就是也在Apache项目里面的slackdb 他们就用了我们ApacheAnswer去搭建了一个论坛 然后帮助他们的用户去积累沉淀一些 他们经常遇到一些问题解决的一些方案等等 然后下面我来说一下我们整一个的ApacheAnswer的里程碑 我们是在2022年1024的时候进行了一个开源 然后在一周的时间内就登顶了Github的一个trending榜 在2022年年底的时候发布了我们第一个1.0的release版本 然后是在经过时隔一年的时间 然后在2023年的1024的时候正式官宣进入了Apache孵化器 然后是在2023年年底的时候发布了第一个Apache内部的版本 然后现在最新版本已经来到了1.3.5版本 大家可以看到在就是第一官宣进入Apache孵化器之后 然后到发布第一个版本 那中间其实经历了足达两个月的时间 那这两个月的时间我们究竟遇到了哪些困难 里面有哪些挑战在等我们呢 那就进入我们第二个部分 就是ApacheAnswer孵化的一个旅程 OK 首先是前期的一个准备工作 前期准备工作第一个最大的一个部分 也就是最大的一个部分是有关于license的 因为我们知道每一个软件的项目 它都有很多的依赖 就是依赖 并且ApacheAnswer是一个前后端都有的一个项目 所以它的依赖会变得非常的多 所以我们需要第一步需要做的就是检查我们的license 检查我们所有的依赖 是否都符合Apache官方的一个规范 如果有不符合规范的 我们要需要替换掉这部分的三方的依赖 需要去更换于别的一些工具 去解决我们现有的一些问题 然后这个部分我们做的非常的多 然后还有就是大家熟知的 在我们代码里面会看到的一个ASF header 我们需要去添加这一部分的 OK 第二部分就是我们需要整理我们所有的notice 这一部分也是一个苦力活 也算是我们搬砖搬的最累的一个部分 就是我们需要整理所有我们的依赖项 就是明确的在我们的官网需要去告知用户 我们采用了哪一些第三方依赖 并且他们的依赖是采用了哪一些协议 比如说Apache的协议 比如说MIT的协议等等 就是要明确的告知用户 这一部分对于我们整个的整理来说 占了大部分的时间 然后第三部分就是让我觉得最痛苦的一个部分 就是有关于文档的一个编写 因为我们之前虽然有做过一些文档的编写 但大多数项目都是一个中文文档编写的一个过程 然后在Apache answer就是在进入孵化期之前的一个准备 就是你需要因为要一个国际化的一个文档 并且需要有一个有一个什么呢 就是需要有一个contributing的部分 因为你需要告诉所有的用户 你如何去参加参与我们的项目 并且如何给我们贡献代码 需要遵循什么样的规范 代码需要遵循什么样的规范 commit需要遵循什么样的规范 然后分支应该怎么切等等一些东西 这部分我们需要去把它编写成一个很详细的文档 告诉用户一步一步怎么样的操作 我可以说这一部分是对于每一个项目来说是非常重要的 因为一个项目想要走得更远 你需要吸引更多的开发者进来 那开发者如何给你贡献代码一份好的文档 对于一个newcomer来说是非常重要的 所以我们在这部分也花费了大量的时间 然后也进行了不断的优化和调整 OK这就是前面前期的一个准备的工作 那么准备工作完了之后 在第一次发布之前我们又做了哪些努力呢 首先我在进入了Apache复化器之后 我们遇到的第一个问题就是如何进行发布 那么问题来了就是我们一开始寻求一些帮助的时候 我们去怎么样去解决 就是发布我们要发布哪些东西 比如说我们要发布二进制 我们要发布Docker 那么我们要发布哪些东西 以及如何发布 怎么样进行投票 这些等等问题 我们需要阅读大量的文档 去归纳总结 然后形成自己 就是从文档中间形成一个自己的一个认知 然后告诉我们 哦原来是这样子的 并且我们在整个就是过程中 我们其实第一步想起来的是什么呢 想起来是操作业 就是看一下之前有没有Apache的项目 是怎么样操作的 然后我们寻求了一遍 寻找了一遍发现 Apache上面购的项目比较少 大多数都是Java的项目 而购的项目呢 大多数都是发布的是Docker 或者说是Infrastructure的一些项目 没有发布二进制的版本 OK 那我们对于我们这一部分来说 又是一个全新的领域 就是没有前人的借鉴的经验 只能去寻找一些文档 以及一些Java之前发布的经验去总结 去整理 这部分也非常感谢我们之前的同事 去帮助我们去翻译一些文档 这一部分的文档 也会后面的一些发布 做了很重要的要求 然后整个过程之中呢 我们知道Apache的项目 它孵化的过程中 它会有一些导师 但是呢 导师其实也是挺忙的 对 所以它不会给你一个很完全的建议 就比如说 它不会告诉你第一步 第二步 第三步 这样一步一步跟着你 就是手把手教你 因为导师带了那么多项目 导师通常只会给你提一些建议 告诉你 你提交了之后 他去会帮你核对教育 这个东西是有问题的 这个东西你应该怎么去做 它更多的是给予你一个建议 所以在整个过程中我也学到了 就是整个过程中 你做的越多 那么你就是别人 就是会越节约别人的时间 所以在整个Apache的那个旅程中 我就发现 就是在整个过程中 我就觉得就是自己要 对于你自己要发布的一个东西 一定要经过自己一个严格的审核 自己确证没问题 再交给别人 这样可以节约很多人的时间 OK 那就说到了我们第一次发布 遇到的一些问题 首先第一次发布 我们遇到了这三个问题 可以给发布人一些建议 后面的项目一些建议和意见 就是第一个问题呢 是在我们的投票阶段 我们会有两个投票 然后一个叫做DV的投票 一个是General的投票 这部分发布流程 我后面还会讲到 在DV投票的时候 我们需要 遵从这个投票的规则 就是我们孵化系的项目 需要在DV投票 先投票 然后才能进入General的投票 第二个问题是 我们当时发布的时候 可能比较着急 因为我们知道 我们以前如果做一些商业项目的话 一般就是测试通过 然后线上回归 然后等一个部分 发布 就是马上就要做完 可能在一周 或者多长时间内就要做完 然后就比较紧急 所以我们当时等待的时间不够多 而在阿帕西内部发布项目的时候 你需要等待足够多的时间 去让导师去帮你去教验 整个项目是没有问题的 而72个小时是因为 各个导师可能来自于不同的国家 他们需要有足够多的时间来 让更多的导师 或者朋友去看到你的这个项目 并且帮助你去进行一个核对 然后第三个问题呢 就是需要先去打一个 就是在打Tag的问题上面 需要带有一个 先带有一个RC标志的Tag 才能打正式的Tag 就是RC标志的Tag呢 它是一个pre-release的版本 也就是说在你正式发布之前 你需要去发布一个pre-release的版本 去告诉整个项目 我要进行一个发布了 然后进行一个核对 这样子的Tag可以帮助你 就是遇到一些问题的时候 你不用去做一个删除Tag 然后再重新打一个Tag的差不多 你只要这样 就是RC标志后面加一个1 加一个2 加个3就可以 就是不断地进行迭代 然后这就是整个发布的一个流程 就是我们可以看到 就是整个发布过程 主要进行两次比较重要的投票 第一部分投票 就是在DV的邮件列表进行投票 然后第二部分 就是进入的General的投票 而每一次投票 如果说你投票就是失败了 也就是说没有三个加1票 或者说就是没有三个人 同意你这个投票 那你就要去回到前一个步骤 去把你的Tag进行加1 去对你与你的问题做一个修改 然后重新进行一个投票 而每次投票 都要经历整整72个小时 至少72个小时 所以整个发布的周期是非常长的 也就是说 在整个两个月的时间里面 我们可能大多数的时间 都是在投票和投票的过程中 OK 然后最后这一个部分 讲讲我一点 就是整个开源项目 在做开源的过程中 对于我自己个人的一个理解 就是做了有哪些转变 首先最大的一个转变 就是Email 就是在中国 大家都知道 就是交流的方式 大多都是IM 就是微信啊什么 IM的工具 那进入阿帕奇了之后 我才发现就是国外 更多的采用的是邮件的交流 并且在开源组织内 就是更多的是 以邮件的沟通方式去交流 一开始我非常的不习惯 一方面是要使用英文的原因 一方面是邮件 通常等待的时间比较长 然后你的一些问题 不会得到及时的一个反馈 但慢慢的我发现了 这种异步的沟通方式 它是非常适合开源的 因为我们知道 就是所有的那个开源项目的一些 大部分开源项目 它都是就是 就是在做开发的这些开发者们 都不是一个全职开源的状态 它肯定那个平常的时候 需要做一些正常的日常的工作 而在空的时候 才能去解决一些问题 而这种异步的沟通方式 恰巧就满足了这样的场景 就是当你不想 当你没有时间的时候 你可以不关注邮件 然后当你去就是有空了 你就再去回复这些邮件 然后第二个部分 第二个地方就是 有关于安全问题的一个反馈 这对于我来说 也是非常的惊讶 就是以前我们知道 在做一些商业项目的时候 大家多数都是公司内部的 给你测试 然后你修改 提交一些bug 然后你再修改 对吧 然后再进行回归 但是在开源项目 特别是对于一些安全问题的反馈 那些反馈是 就是不会再提在GitHub issue里面 因为它是一个 带有安全漏洞 如果提交在公开的场合 它可能会对你的项目 造成一些 使用者造成一些影响 他们都是默默的一些 发送一些邮件 然后给到你 然后也就是说 他们这种反馈是相当一个 可以说是无私的一个状态 然后并且他们反馈的一个 复线步骤 特别的详细 就是告诉你 第一步应该怎么样 注册什么用户 填什么东西 然后使用哪些脚本 会造成什么样的影响 这些问题 这些的反馈 对于我来说 都是特别的一个震撼吧 然后这是我们在官网 贴出来的之前 反馈到了一些安全问题 我们都进行了 一个及时的一些修复 并且也分配了相对应的CVE OK 然后是一个合作部分的转变 之前在做一些商业项目的时候 更多是在跟同事 一些面对面的交流 开会以及一些沟通 但是做了开源项目之后 发现就是这种协作方式的 一个转变 变成了一个TPR 解决issue 使用那个GitHub Action 做一些和就是做一些CICD的一些工作 这部分的转变和之前也完全不一样 然后这一部分的转变 特别是在 对于我来说 特别是在一些用户提交的一些 feature enhancement bug的时候 就是对于我来说 就是这是我第一次 就是直面用户的一些反馈 因为之前可能是面对一些产品 或者运营 给我们一些反馈 对吧 那些反馈都是 不是直接来源于用户 而这一次 用户是直接给你提交的ease 这些ease 就给我带来说 就是你需要去尽快解决这些问题 而且这些问题是时时刻刻 就是在影响着用户 这对我来说 就是解决一个ease 然后看到用户给你的good 给你的赞 就是对于我来说 非常一个正向的激励 也促进着我们Apaq项目 不断地向前推进 不断地做得更好 然后最后是 给我的一部分的理解 就是有关于开源的 就之前在没有做Apaq Answer 或者没有参加开源项目 那么久的时间的时候 我没有感受 没有那么深的感受 对于开源可能理解 不是那么深刻 可能认为开源就是免费 等等一些东西 但是做完了之后发现 它更多是一种分享 和一种责任 做了Apaq项目之后 我们就会发现 它更多的 不仅仅是一个项目 更多的是一个个人的 一个作品 在展现给用户 就像自己的一个孩子一样 就是你希望它变得更好 变得更强大 真真真正能帮助到 更多的用户的一个情况 所以说你会不断地 为它持续贡献代码 不断地去帮助它 变得更好 那整个过程是一个 非常向善的一个过程 并且因为是你的孩子 你是对他有着 前所未有的责任 你也会就是 就是不断地去维护它 就是不断地去 去那个 之后不断地为他进行 就是努力 OK 然后这部分 给最后我给出一些链接 也欢迎给他们 给我们Apaq Answer做一些贡献 我们现在已经开与 就是开与了很多 就是相关的一些插件 这些插件可以帮助 我们Apaq Answer变得更好 比如说一些搜索的插件 比如说一些 Connect的插件 登录的插件 这些都能为Apaq Answer不断地助力 OK 这就是我今天的分享 谢谢大家 大家有什么问题吗 我想问一下就是 你们现在就等于 做了一个平台出来 那关于数据存储这方面 你们有没有遵循什么 国际标准去做加密 避免你的用户数据 得到洩漏 这是第一个 然后第二个就是 那现在 什么都玩AI 那你这平台是问答平台 还有一个产品的平台 那么基本上就是UGC User Generate Content 那这方面 用户生成的内容 你怎么保护你用户的权益 不被AI去窃取呢 这是第二个 第三个就是 你刚才也说到是 现在做这个东西 是纸面用户很多需求 那你如何说 每一个release里面的 那个需求 做到一个平衡 就不会拖累你的release 但是又能满足大家的希望 好的 谢谢提问 首先是第一个提问 就是有关于数据安全性的问题 首先我们支持的数据库是非常多的 我们支持CircleLite PG 以及MyCircle 就是数据库是非常多的 我们本身没有对用户的数据 进行一个 就是完全的加密 或者解密等等 整体一个操作 因为数据源本身就是在用户手上 就是用户手上 用户具体使用什么样的数据源 做什么样的操作 我们是就是没有做直接的干预 然后这是第一个问题 对 然后第二个问题是有关于AI的 对吧 就是我们是也刚才说了 就是UGC 就是用户铲除内容 然后我们的平台是做了两方面的考虑 第一方面是 如果一个用户是一个open的社区 就是他想要对 做将自己的内容做一个开放 那么我们是SEO友好的 首先我们是SEO友好的 就是搜索引擎可以完全爬选你的数据 然后做一些SEO的 我们做了一些SEO的优化 那么对于开放的社区我们也是支持的 然后对于一些不开放的社区 比如说有一些企业内部要使用 或者说是一些更私密的社区 去只能登录的用户才能进行访问 我们也是有支持的 就是说你只有注册 或者说只有在里面的用户才能去看到里面的内容 这部分是有考虑的 对 然后第三个问题是有关于用户提交到很多 e-show以及一些feature 怎么样和我们现有的一些roadmap里面的一些需求 做一些一个balance一个平衡 那显然就是有一些 首先是说到是一些bug 那这些是应该是我们看到 就会放到下一个版本去解决的 这些没有问题 然后主要是一些功能上的东西 首先如果说这个功能被提交到了 提交到了之后 我们会有一个集体的讨论 就是说如果说这个功能 确实和我们现有的需求重叠 或者说这个功能我们比较认可 并且是会后面为整个社区 做一个正向的一个支持的话 那我们会优先考虑这部分的需求 并且合并到下一个版本中去 并且加入我们roadmap 我们会给它一个milestone的标记 但是如果说肯定会有一些 我们目前就是并不想做 但是用户 用户很想的一些功能 然后但是这些 对于这些功能 我们也是一个 因为我们有做开源 我们是里面的member 我们必须需要有一些 果决的一些感觉 就是你需要去明确拒绝掉一些 你不想要的需求 就是我们如果说这个真的 需求是真的不想做 我们就会明确拒绝用户 就是这部分我们暂时还没有时间会考虑 如果说是暂时还没有安排 或者说是那个就是暂时没有 没有什么安排 就是暂时或者说抽不出时间去做这部分需求 我们也会打上对应的标签 就是告诉用户 就是我们会在未来的某个版本支持 或者说用户可以 就是邀请用户给我们贡献 这一部分的feature给我们 也是非常欢迎的 好 谢谢 好的 谢谢 Linstar的分享 那待会儿又来分享下一个 就是Graph AR的那个纪录服外器的return 当然 当然 随时欢迎我们 嗯 慢慢问 我觉得做Answer的初衷处 就是它产品上 我感觉它有点像开源支付的那种感觉 对吧 嗯嗯 就是它有什么都是或者说有什么不一样的提供 嗯 这是第一个问题吧 好 我先一个一个回答吧 首先第一个问题 它说提到的就是为什么要做开源 以及就是就是和现有的一些产品 就是一些竞品 有些冲突 首先第一部分就是知乎是不开源的 对吧 就是我们我们我们是有这样一子的 首先我们是来自于SIFO 我们之前已经做了十年的一个问答社区 然后我们想把这十年以来 我们沉淀的一个精华的一个整个系统 就是精华部分去开源出去 就是因为我们在做整个社区的同时 我们已经就是就是沉淀了很多自己的一些东西 然后我们想把它开源出去 然后也服务更多的一些那些其他的用户和产品 这部分 对 第二个问题就是 没关系 第二个问题就是 那个关于其实我之前做过来先开源 然后我看到你们的那个介绍其实 推广然后我简单的说一下 因为这个部分非常多 就是我们的推广 首先是我们的用 你说到了种子用户 对吧 我们需要找到 就是在推广的整个过程中 第一个非常重要的点就是 你需要寻找你的前一百个用户 这个在网上是有说明的 就是你找到你前一百个用户了之后 你会可以继续为他们服务 并且从中获得一些需求 对吧 然后我们这部分做了两部分的应该是努力 第一部分我们去寻找一些开源的合作伙伴 对 因为看我们这整个问答社区 它对于开本身是开源的 然后并且很多的开源社区 它会遇到一些共性的 客户提到的共性的问题 然后这些问题 它需要做一个知识的一个积累和沉淀 那么这一部分用户其实我们是就是非常就是去寻求一些合作 然后第二部分我们像刚才提到的Moro团队也提到了 我们去发了一些社媒 然后并且就是我们去推广的一些渠道是什么呢 就是我们经常会在网上看到一些开源项目的推荐 有一些awesome什么go的仓库 对吧awesome什么什么的仓库 这些仓库我们都有提交一些东西 然后并且我们会在 经常我们会收到一些newsletter 就是就是一些 就是相当于一些月报啊 周报啊 这些这些就是给予一些开源项目的一些 就是项目的一些 就是我就是近一周有哪些开源项目比较好的一些推荐 这些newsletter的上面我们都会进行一个投稿 然后并且他们都会就是积极地给予我们反馈 并且我可以说就是国外的这一些 这些他们都非常欢迎就是我们的这种开源项目 去给他们进行一个投稿 然后他们也非常乐意去帮助我们去不断地去推进 就是像就是go的一些推特 我们经常就是会就是他们就是在收到我们项目的 就是收到我们项目之后 他们就是马上就发了一个推特去帮我们推这个事情 对是的 这部分也非常感谢我们运营同事努力 再来一个小问题 关于整个架构 就是很多开源项目他都会要求核心成员来自于多个公司 然后又比如说 以及说顺便想问一下 现在因为你们商业非常开箱 有好处就是会有很持续的投入 坏处也就是人外公司测试 那就比较难倒 比如说当然可能还涉及 就比如说就核满啊 还有说主力啊 比如说原来这些商业可以拿这些商业来给你 好的 首先就是我们捐 这也是我们捐献给阿帕奇了之后 就是一个很大部分原因 就是在阿帕奇社区里面 其实就是如果你是一个 因为我们现在还在孵化嘛 然后是一个PPMC 是里面有PPMC的成员 每个成员他都有合并和就是一些对应代码的一些权限去管理 然后去那个 然后最就是就在近两个月 我们已经在发展一些committer 就是因为我们在我们也在希望寻求一些就是一些committer去帮助我们去不断地促进这些项目 然后这些committer都是来自于五湖四海 就是那些committer他们就是之前可能给我们贡献一些代码 但是他想进一步地加入我们社区 为我们社区贡献更多的能量 也就是他们不断地就是去做一些更进一步的需求的去讨论 我们就会把它吸纳进来 我相信就是吸纳的就是committer这些贡献者越多 那么我们生态就会变得越来越好 这样子的话也会就是有一个持续发展的一个动力吧 对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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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先是有个问题 啊好 我刚刚那个网统我那边有提到嘛 他们讲了安瑟做一个安东网络那边的解答平台 但是其实安法奇那边有一个规档 就是我不知道这个就是允许有借格权 我不知道安瑟是否有给安法奇基金会承认 比如说我在这上面的资料 就是他们是承认的 我像微信有一些国内的一些项目 我们知道微信的没有 那安瑟会来往这块挂在那里考虑 可以再具体 就是就是我给你问 就是安瑟基金会我们正正在跟基金会沟通 和安瑟正在可能考虑变成基金会基础设施的一部分 就是就是但是还在沟通过程中 就是就是可能我们还在跟他沟通 就是这个安瑟是给所有项目都可以上来 因为还是就是原先因为大家在讨论 我们都在那个公开的邮件列表里面 对都在邮件列表 在组内做社区监管是一个什么样的问题 我想问的是安瑟是否使用一些技术手段 进行一个监管 确保用户生成是法律是合规的一些内容 嗯 好的 这个问题问得非常好 就是我们在前段时间刚刚就是加入了一些插件 去满足这一部分的需求 这个插件是什么呢 就是当就是你可以理解成一个hook 就是他在用户发布了内容之后 他可以有一个钩子 他然后然后他就会进行一个钩子的一个调用 然后并且在这部分 这是用利用插件去实现的 举个例子 就是我们默认的一个插件 是一个默认的一个审核插件 也就是说用户发布的内容 必须经过管理员的一个审核批准了之后 才能进行发布 当然我们也支持 就是支持了一些自动化的插件 就是自动去别的一些第三方平台 做一些审核 审核完成了之后 如果确认进行通过了 然后才会进行一个发布 这一部分都是有一个插件的支持 如果不想使用官方的一个插件 也可以自己实现一套插件 就是自己去做一些敏感词 敏感信息做一些监管 然后确认没有无误了之后 才进行发布 是这样的 不是GoPlugin 我们插件就是自己实现的一套 对对对 和GoLong官方实现的一套 不太一样 谢谢 还有问题吗 你还够 可以分享分享 因为我是前两周正好代表 Ansher去德国参加了一个 德国的一个大会 他们也是好几天 就还碰到了几个欧洲的 欧洲的用户 我们在过程中 刚刚阿信讲去找那些用户 我们就看有哪些人在用过的产品 我们有一次特别有意思 发现了一个俄罗斯的公司 还用了 也看不懂到底是干啥的 后来翻译了一下 挺神奇的 好像是一个汽车维修的一个公司 它用Ansher搭来干嘛呢 是搭建拉腾的那些类似供应商 跟合作伙伴交流的一个问题 就是铁城 其实如果我们可能是个 纯中文化的一个 闭源的软件 可能就别人都不会知道 又会去使用你 还挺有意思的